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处处长陈继铭担任引言人 他们两个特质点就是他们两个都同样去碰触一种 个人性 孤独性 我觉得那是艺术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性 某个程度我也希望说其实艺术它应该是 我们在阅读文学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把你衍生到对空间的想象 我们可以在空间里头思考文学的可能性 也是因为我个人的背景 我希望能够在这两边稍微把它做一点相互间的串联吧 第三期第三场讲座 将由作家柯玉芬在台东县政府文官处艺文中心导读 仿佛的漫漫的书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好山好水读好书第三期的精彩讲座 跟着作家们一起读好书 文经会媒体公关组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